比較異議喔 現在看起來喔 這個非綠的陣營喔 不管是郭柯猴 事實上是各自有政治能量的結構矛盾 可是呢我的觀察喔 我剛剛之所以講喔 幾份政治民調 那個結構非常的僵固喔 事實上也包含賴清德民調 賴清德各家民調 我的觀察都是30到35中間波動 然後這裡頭的波動過程當中喔 不管其他任何政治事件 他事實上也是上有天花板 下有鐵板 然後結構上呢 對民進黨現在執政八年的執政黨來講 相對弱勢的 還真的是年輕的選票 那年輕的選票 現在也變成賴清德今天跑到 賴這個做那個網路工房跟AI 他事實上在搶工的方向 跟這個戰略 沒有錯喔 就是說以賴清德的民調 這幾次幾波看來 在年輕族群這一塊我們抓不太住 那抓不住主要是柯文哲在這一塊太強了 那以變得說過去民進黨的每一次的總統選舉 年輕人是支撐民進黨可以獲得勝選 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那在這一次到目前為止 感受不到這樣的氛圍 包括說賴清德之前也發了幾波的一些 不管是他的短影片或者是他也有嘗試去做一些嘗試 包括說他穿了這個棒球的裁判的這一個制服 然後去喊了一些Strike啊 棒球的一些口號 感覺還不錯 因為賴清德有去嘗試 而且看起來他也 也很用心要去投入 沒有今天有玩剛剛那一個AI賴清德 剛剛就是新的了 這又是新的 今天玩AI賴清德 今天他到了這個LINE 然後去做這個AI的這個 AI LINE 就是可以把你的臉可以換在不同的造型上 所以你看有這個虎克轉長 有這個虎克轉長的 也有這個陳柴佑 那也有包括這個韓星督敏俊 督敏俊哪一個 督敏俊是 不要為難的啊 應該是這個 你自己看真實法嗎 我就是看不出來 他的臉都是賴清德啊 只是說要看他的造型啊 哪有督敏俊 應該是有啦 好 蔡英語也很為難 那表示說他的團隊也知道 現在賴清德真的很需要就是 要去cash到年輕人要的東西 但是看起來 實際反應在支持度上是還沒有 不過我覺得啦 賴只要這方面努力去嘗試 我覺得也不用說太過於說 賴清德說什麼都抓不到 因為賴清德有一個特點是 我覺得他他很好的就是說 他本來他個性就是一個很穩重 很精神的人 所以賴清德的相對穩健 那對比現在年輕人 比較喜歡的柯文哲 就可以發現柯文哲咧 最近因為他好很多份民調 很高嘛 緊咬著賴清德 甚至都已經超越賴清德 變成台灣現在政壇的第一人了 所以他講話就開始囂張起來了 包括最近的這個太監說 他昨天才道歉 不過那個道歉 順便在靈門一角 再把他的那個林真宇 再罵一下說你這個想要 是不是想要墊高你自己的地位才 才我老闆都還沒講話你就先罵我 逼著我道歉 或者是他最近去講了這個 他說這個日本的自民黨總幹事 貓木敏充跟他說台灣不可能加入CPTPP 直接講他後來民眾黨自己又否認說 他柯文哲到日本並沒有見到貓木敏充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這件事 這件事在現在 不管是在PTT或是在所有的社群網路都 都有在討論柯文哲為什麼要這樣講 那如果柯文哲這個是講錯話 這個已經不是 像你太監說可能是說 哦哇用語比較大 如果是你說你賤人貓木敏充這件事是假的 那表示你柯文哲造謠哦 所以他的年輕選票 現在確實很高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現階段而已 賴清德我覺得你保賴清德 我們就保持他又很ㄍㄧㄧㄥ 可是又想要討好年輕人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至少態度是認真 而且年輕人久了還是會知道賴清德有在努力啦